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看到新浪音乐盘点的2021年度十大歌曲 小斌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里话了 尤其是看到周深光亮上榜 小斌心情格外的激动 那么接下来就跟小斌一起欣赏歌曲吧 在音乐中找到自我 李宇春的软肋被称为最走心的歌曲 这首歌呢小斌也是非常的喜欢 记得第一次听啊还是由肖战等人 为李宇春拍的视频当中唱过这首歌曲 小斌啊格拜记住了 当听李宇春演唱的时候 感觉这个女孩啊真的长大了 固若金汤的人与无伦次的人 不过血肉之躯 这是一首抒情判歌 也是她的自我独白 特别戳人心窝 你们喜欢这首歌曲吗 周深演唱的光亮被称为最无畏的歌曲 这首歌曲中的金句念白和唱段 让无数人喜欢 她的演唱充满了故事感 让人觉得就是在与时空对话沉浸其中 可是啊 我却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 最柔软最无畏的你 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回应 再无边再无尽 再无解总有一线生机 光亮你自己 相信自己让自己成为一束光 照亮自己给人力量 小编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最励志的歌曲 林俊杰一定会 雨停了因为幸福流下了眼泪 一定最可贵 每人都有迷茫的时刻 听到这首歌曲会给你力量 走出阴霾勇敢前行 毛不易的歌曲会给你怎样的感觉呢 是对生活的陈述 还是对未来的迷茫指引 最治愈的歌曲就是她的海上日记 你只是挥着手 不说一句送我走 这首轻摇滚让我们知道 不要迷茫 随着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 最大气的歌曲 黄霄云 星辰大海 永远期待 永远灿烂 拥抱心中的星辰大海 这确实是一首大气的歌曲 张杰你值得更好地 被称为最温暖歌曲 用音乐讲述 甜蜜又浪漫的初恋故事 赵领 魏大勋出演MV很好听 李健演唱的Marina 马琳娜被称为最诗意歌曲 歌曲唯美至于 她本就是有才华的人 嗓音又是那么迷人 听她的歌曲呢 就像是听诗一样浪漫 最遗憾的歌曲是 刘爽的《墨河舞听》 这首歌曲啊 越听越好听 人生总会有遗憾 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确实让人伤心 一样千玺 一起向未来 被称为最正能量歌曲 首饰舞被各界人士广泛参与 带着满满的正能量 你会吗 不会赶紧学习起来吧 王源的《流星》 也为你落下来了 被称为最浪漫歌曲 是你喜欢的歌曲吗 年轻有活力的人啊 为了爱努力吧 新浪音乐2021年度 十大歌曲《周深光亮胜榜》 你最喜欢哪首歌呢 《哪首歌曲碰 lire》 第 tre